这个背景音乐是我古琴老师达普制作的可可托海牧羊人 这三组杯子都曾经被我称作鸭手杯 因此我遭到了一位常有的质疑 我通过深入学习 今天我来聊聊鸭手杯 鸭手杯这个名字最初得名于它的用途 这种气形的瓷杯口都是平坦而外撇 将杯子握在手中它的大小刚好可以压到虎口 当你握住鸭手杯时 你能感受一种向下坠的力道 如此可见 鸭手杯的气形设计相当符合人体工程学 鸭手杯以名永乐时期的最为著名 这个玲珑杯握着虎口也比较舒服 但是它不够沉淀 这是我在三四九七的视频中把它称作鸭手杯 它的外形看上去跟玲珑杯差不多 但是我用手握住它的时候 然后由于它的口撇的大所以我只能往下才能握得稳 虽然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把这种杯子叫做鸭手杯 但按照明永乐的鸭手杯的制式 比较牵强 这两只五彩苗金龙细珠的杯子 当初因为这两只杯子比太厚比较笨拙 所以被我枪毙 它的口言略微有一点点外撇 正好卡在我的虎口上 抓握时沉淀淀的非常舒服 我想这应该是鸭手杯的感觉 如果它的口言再略微撇一点 那就更理想了 鸭手杯的出现与人们饮茶的习惯息息相关 在明朝饮茶的方法 与之前的唐宋时期差异很大 唐朝人习惯于煮茶 而宋朝人则偏爱点茶 到了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宣布废止宋朝的团茶 于是茶叶开始流行 明朝人认为前人的饮茶方法并不符合自然之法 因此推崇直接用佛水来冲泡茶叶 他们简化了制作茶叶和饮茶的方法 而更重视饮茶的乐趣 因此饮茶的器具更为出现出来 中国的瓷文化真是博大精深 光是能叫出名字的杯子就达到二十种以上 在鸭手碑顺心的永乐连间 明城主朱丽不但拥有雄才大略 文化艺术修养也极高 当时景德镇玉瑶厂生产出了青花鸭手碑 由于它形制大小适合 恰好可以供永乐皇帝随时饮茶 因此得到了皇帝的喜爱 当时永乐皇帝为了巩固皇权 规定瓷器上要打上自己的年号 于是永乐鸭手碑也就因此而出名了 后朝不断的防治但都未曾超越过 到了清晚期光细以后 鸭手碑就千姿百态了 虽然我对瓷器的喜爱和研究 未能达到专业的水准 我也在不停的学习当中 我不希望因为我的视频来误导大家 所以我特意制作这个视频来更正 我很感谢那位质疑我的常友 让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我也希望与更多的常友互相切磋 共同提高 谢谢大家